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都没有占用公共资源 据说两个人已经领证半年多了 消息一出网上是一时间炸开了锅 网友们在惊叹的同时也不太相信这是真的 毕竟胡歌和刘依菲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交集嘛 两个人自从2005年合作完电视剧《仙侠奇侠传》就再也没有合作过了 如今两个人疑似领证 这样的消息未免有点太扯了吧 其实两个人在电视剧《仙侠奇侠传》里 赵灵儿和李逍遥的恋情让观众非常羡慕 可惜的是戏里的结局不是很好 如果能够发展到戏外的话 很多粉丝还是表示支持的 毕竟这样的个神仙颜值看着也是挺养眼的 帅哥配美女颜值一流啊 胡歌出道多年公开过去 江宁和江苏颖两位女友 虽然感情不顺现在还在单身 身边的好友这个霍建华和袁红都已经结婚身子了 而胡歌现在连个正牌女友都没有 实在是令粉丝心疼 胡歌在多年之前还出过车祸 不过复出之后的胡歌虽然经历过沉寂期 但是还是凭借实力圈粉 颜值虽然不如从前 但是人气还是一直都在 而刘亦菲之前公开过一位韩国男友 但两个人的相恋不到两年就分开了 现在的神仙姐姐还是单身状态 前几天代言的某奢侈品还被网友们嘲笑 胖了 颜值不如从前 不能不说女明星真的是不容易啊 而作为神仙姐姐的刘亦菲更是不容易 明星也是人 偶尔发胖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2020年的年底可以说是大瓜不断 从这种黛玉事件到华晨宇未婚生子 网友们都快要吃不完了这个瓜 如今又爆出虎哥刘亦菲结婚的消息 虽然消息不是太准确 但是粉丝们都表示支持 男未婚的女未嫁的凑成一对也是不错的吧 虽然两个人多年未曾同框 但是网友们还是一直忘不了他们当年的神仙组合 而之前有网友爆料 年底娱乐圈还有一个大瓜 若是曝光会造成某博这个服务器瘫痪 很多网友们都猜得到该瓜的重量级了 应该不亚于正爽张横的事吧 而如今呢 虎哥和刘亦菲疑似在这一起 这事件当中如果说公布 那微博估计真的会瘫痪吧 虽然后面造谣者已经删架了 虎哥刘亦菲结婚领证一事 但是还是牵动了不少粉丝的心 很多网友表示 虎哥呀 你不要等到吴磊都领证了 你还没有结婚呢 看得出来粉丝们对于逍遥哥哥的婚姻状况 还是很担心的 希望他能够尽快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而神仙姐姐刘亦菲 近年来的工作量有增无减 还闯到了好莱坞 看来终身大事 这估计会暂时放在一边了 大家怎么没看待 虎哥刘亦菲领证一事呢 欢迎留言讨论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粉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